澎湖空难与高雄气暴都酿成重大伤亡 行政院决定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 全国各机关降半旗致哀 而行政院长江仪化今年主持中原普渡 率领各部会官员一起祈福 清晨六点总统府照网力升旗 但国旗升到赶鼎后再下降降半旗 调念澎湖空难和高雄气暴的罹难者 行政院立法院等全国各机关 从五号开始连续三天降半旗致哀 而过去国内重大灾难 九二一大地震和莫拉克风灾后 也曾降半旗致意 前院长江仪化更率领各部会官员 决行中原普渡祈福 前程祭拜祈求国泰民安 对于高雄气暴后的灾后重建 江仪化除了确立不利专法 不编特别预算和不设专责机构的三部原则 也强调只要高雄经费不足 行政院一定会全力支援高雄 高雄市政府所提出来的 不管是十九亿或者是多少 这个灾后重建的经费 我们的原则就是 只要高雄市的相关救灾经费不足的地方 我们行政院一定全力支援 今天我们需要中央伸出援手 结果我们看到中央市这样的对待高雄市民 我其直请何以堪 江仪化强调现在提出灾后重建特别条例草案 还需要经过立法院通过 管不及急 也保证行政院一定会和高雄市民站在一起 而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在亚洲太平洋国会议员联合会 APPU第44届年会上带领各国国会议员 会澎湖空难和高雄气暴罹难者莫哀 而今年会不会停办国庆和国庆烟火 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王金平表示 最快将在八月底和九月初决定 八月底九月初我们再来做 这个看看当时的整个我们大环境的氛围怎么样 然后再来做最后决定 王金平表示停办与否 目前各方都有不同意见 目前已经将原令九月四号的开会日程 提前到八月底再做最后决定 记者李希朋友组台北报道